学校吹游的路上 翠翠正背着装满零食的背包 和鸡仔奋力向山顶进发 这山顶是不是住得太高了点 再多走两步 我就要饿晕了 你早说嘛 来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想吃啥 碎炼呢 咦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你过啥了 你是不是放逼了 哪来的味道 一股臭鸡蛋味 我猜没有 你贼喊抓贼吧 那就奇怪了 使你的罐都坏了 没坏没坏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 飞鱼罐套 飞鱼 怎么会有这么臭的鱼罐头 你买的时候 是不是被老板的甜言蜜语给忽悠了 怎么可能 这个味道 就是飞鱼罐头的特别之处呢 这个特别 我看不要也罢 这比臭豆腐还臭 别说吃了 都没人敢靠近吧 飞鱼罐头 你这么一说 飞鱼听起来蛮好吃的嘛 可是这么美味的鱼 怎么会被做成这么臭的罐头呢 这是因为 飞鱼很容易捞 而且又好吃 当时以前没有冰箱 交通工具也没有我们现在发达 飞鱼不能运到太远的地方 不然时间太长了 鱼就会坏掉 所以飞鱼罐头 是为了能够保持得更久了 那为啥变成罐头之后 会变得这么臭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飞鱼罐头 是用生的飞鱼 和洗飞鱼的血水 经过自然发酵而肠 在自然发酵过程中 就会伴随着些许味道 原来飞鱼罐头 不惜让自己变得臭臭的 也要让我们也尝尝它 独特的味道 可以这么理解 飞鱼可是跨越亲身问水 才来到我们嘴里头 那我可要好好尝尝 这飞鱼 我的肚子好疼 听到这话的垂垂 赶紧拿过罐头 仔细检查一番 却惊讶地发现 好香 放开酒过期了 文心提示 飞鱼的肉质色泽洁白 质地坚实 滋味鲜美 一般常用来制作咸鱼制品 适宜烧烤使用 中国的山东的青岛 烟台等地方 也有飞鱼产地 所以小朋友们 如果想尝试飞鱼 也很容易了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 小百合垂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